大陸兩會閉幕 一名外型酷似大陸人氣男性 王一博的武警 被一票媒體團團圍住 對著他狂拍 出動警方感人 而這一位神似宋慧喬 曾嫁值惡靈 被封為大陸罪證女飛官的徐鳳燦 也被捕捉到現身人大閉幕室 小米創辦人雷軍 則以北京人大代表的身份現身 但低調不願回答任何問題 不像這位80年代 紅遍港台的港星曠美雲 轉正大陸政壇 就算61歲依舊美麗 曾來台出唱片 他表示想念台灣 強調兩岸應該要加強各領域合作 互相多一點的交流 聯通 然後無論是文化 經濟 因為現在大灣區也有很好的制度 然後人口也越來越多 當然機會就更大了 身為港區人大代表 不忘對台喊話 可抓住越港澳大灣區的機遇 大陸家電女王董明珠 亦提到兩岸經濟 他停下腳步 長說 一直有很多的經濟交流發展 因為台灣本身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可現在兩岸因 金門翻船案抵抑螺旋上升 事件爆發後 陸方主要透過 晉江紅十字會來台處理 身為人大代表的 大陸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 也被媒體追問 這個人道問題一定要重視 那後續該怎麼解決呢 因為畢竟談了十五次 這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事實 今年大陸兩會賓幕式高票 通過大陸總理李強的 首份政府工作報告 並表決七項決議草案 結束本屆會期 記者林欣憲 沛於北京採訪報導